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我想要來做一個簡單的香港便利店開箱 因為我來自一個便利商店非常氾濫的地方叫做台灣 所以我很習慣走出家門 走兩步就有一家便利商店 然後裡面大概每幾個禮拜就會推成出新一次 然後種類很多很多 然後我發現香港的便利店其實都蠻小的 然後東西也沒有很多 如果你是香港觀眾的話 你可能也會同意我說的話 就是我覺得香港的便利店比較無聊一點 就裡面品項也沒有很多 然後東西也不是特別的好吃 不過呢我剛剛到家旁邊的便利商店去逛了一下 然後買了幾樣我還沒有吃過的東西 然後來跟大家見真章一下 但是呢我要先做一個聲明 就是畢竟我來自台灣 然後我也常常去日本 然後你知道這兩個地方便利商店都是很誇張的 好那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 好我們先從主食來好了 因為本人從今天早上到現在都還沒有吃過 我香港的便利店有很多像這樣子的快餐 然後很大的牌子叫做波仔 這個是波仔嗎 喔不是 這個是7-11它自己的牌子 然後這個是祝侯蘿蔔牛筋南飯 其實就是牛腩飯的意思啦 我之前有吃過這一個系列的魚子 魚香茄子飯我覺得 嗯...就...就還好 然後這一個我記得是25塊港幣 也就是大概100塊台幣 你看這個只有肉跟白飯的部分要100塊台幣 香港的飯都比較細一點 跟台灣那種飽滿的米不太一樣 其實我還蠻喜歡吃泰國米的啦 但如果你就要習慣吃台灣那種比較圓 然後咬起來比較有嚼勁的話 你可能就會覺得這個 先吃一下醬 因為我吃東西很看醬的 我是個重口味的人 嗯... 嗯...蠻好吃的耶 嗯... 好好吃喔 欸有耶有耶 這蘿蔔有入味耶 它是你蘿蔔一咬下去那個 汁跟醬的味道就會這樣 哇...好像擴散出來 如果跟我之前吃過那個魚香茄子 比起來的話 我會回購這個 我不會買魚香茄子 等一下 但是先不要... 但是我們先不要急 我們先吃一下牛腩才能見真章 因為是牛腩 所以它還是蠻多纖維的 不過 它是入味的 而且是軟嫩的 我剛剛其實是隨便挑的 結果我挑了一個看起來比較順眼的 結果 還不錯 其實你在外面吃這樣一個現做好的餐點 可能也要 30多塊吧至少 所以 這個這樣子25塊 嗯...就算是合理的價格啦 以它的味道便利性跟價錢來說 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就是大家注意一下你的 你知道飲食均衡的部分 因為這邊除了蘿蔔之外 完全沒有其他顏色的蔬菜 所以 如果下次零食肚子之後想要買的話 其實不如可以煎個蛋 或是加一點青菜一起吃會比較均衡一點 下一個呢 是Mira之前有在Vlog裡面提過很難吃的韓式手捲 那... 我剛剛就是剛好看它在架上 我想說 我來吃一下它到底是不是這麼難吃 它是蟹醬 就是有螃蟹的 其實我不太能夠吃蝦跟蟹 因為我會過敏 但... 這個應該不是真的蟹吧 馬來西吃了就知道 這樣剝下來這樣 這樣 Cheers 我們以後還是相信朋友的眼光好嗎 欸這個是我吃過史上最乾的手捲耶 我... 你知道它的乾是乾到那個你一咬進去 然後那個飯馬上分開 就是它... 一般來說你咬飯糰或是手捲 它不是應該是飯會黏在一起 然後你就是去嚼它嗎 欸沒有喔 這個手捲你一放進去那個飯就是 各過各的生活 然後超乾的耶 完全沒有味道 而且調味也就是很樸 好難吃 唉唷 好難吃喔 請大家不要買這個手捲好不好 我的天啊 Mira對不起 我應該要相信你的 另外一提的是 如果你喜歡吃像玉飯糰 或者是像手捲這種東西 我記得香港很多地鐵站 或是商場會有一家店叫 華玉姐 然後 這個我記得是 Agnus吧 很愛吃他們家的 像三角飯糰或是手捲 我自己還沒吃過 但是如果有吃過的人 可以下面留言跟我說 你推薦哪個口味 下次我要去買 對 好 因為剛剛那個實在是太乾了 我決定先 直接來喝這個 這個呢算是香港非常Iconic的牌子 就是維他奶 我一般都是喝他們的豆奶 或是凍寧茶吧 然後我剛剛看到他們有這個口味叫做 冬日暖漿 那我是一個很喜歡吃漿的人 所以我很好奇這個喝起來的味道是什麼 我大概可以想像就是 薑汁豆花的那個風格 Oh my God 它的薑味超重 它的薑不會辣 可是它的那個味道很濃 你喝進去一開始是豆奶的味道 然後那個薑的味道 會開始在你的鼻腔跟嘴巴裡面這樣散開來 我覺得這個放在豆奶裡面有點太強烈了 感覺有點像是豆奶裡面加了薑的食物精油那種感覺 如果我要選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選它一般的豆奶 喔它這邊有寫 倒入杯釘一分鐘暖暖喝 今天天氣太熱了 我不想要微波 可能甜的東西配上薑還是要熱熱的喝會比較好喝 不過蠻特別的 分享給大家 下一個呢是這個三明治 我剛剛在Seven裡面看到的三明治很多都是那種 火腿跟蛋皮或是火腿跟起司那種很無聊的三明治 那我就看到了這個 這個就是跟我之前很喜歡吃的Seven Coco一番屋的聯名 有一點點像 當然 我覺得 Coco一番屋應該還是大勝啦 想說就拿這個來試試看 這個是起司雞排生菜三明治 我覺得它整體看起來有一點悲傷 不過 試試看 人不可貌相 大家 等一下 裡面有一條チーズ有看到嗎 恩 恩 恩 它生菜的存在感非常之低 然後 雞肉有一點點乾 其實不 無可厚非啦 因為它是 就是這樣冷藏的三明治 如果加熱了可能會好一點 起司基本上是吃不太出來的 不過我很喜歡它的這個醬 其實你如果單獨把其他食材拿出來評價的話 會覺得其實好像很還好 感覺那個醬把所有東西綁在一起 然後會覺得好像還不錯耶這樣子的感覺 這個我如果肚子很餓很餓的時候我應該會買 不過這個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也要港幣20塊也就是台幣80塊 唉想到這個價錢 我在台灣可能可以吃一個雞腿便當 我就會覺得心有點心酸啦 最後呢我剛剛在架上看到了這個 就是珍珠奶茶大福 它是寫說是Made in Taiwan CONGRATULATIONS YOU PLAYED YOURSELF 我以為是香港做的 吃吃看味道如何 它裡面有很多個小包裝的大福 有人在台灣吃過這家嗎 它叫做皇族 有啊有奶茶味耶 很化學的奶茶味 可是我沒有吃到珍珠 你欺騙我的感情 越吃越覺得 它就是個一般的大福 它說是珍珠奶茶風味大福 但是沒有珍珠的感覺 只有化學的奶茶味 不過你覺得值得買嗎 我覺得 你不如去買那個新東洋的 珍珠奶茶酥或是珍珠拿鐵酥 我覺得好吃很多 好的以上呢 就是我第一次的便利商店開箱 那如果有做的不好 或是覺得很無聊的部分 也請大家多多包涵 希望可以看到香港的便利商店越來越好 我心目中的排名 第一名會是這個盒飯 第二名是這個三明治 第三名是大福 第四名是維他奶 然後最後一名是這個手捲 這個手捲真的是我吃過最難吃的 便利商店食物了 那如果有香港的觀眾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說 你們在香港便利商店 最常買跟最喜歡買的東西是什麼 講到這裡我要說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 有一些比較大的7-11 他們會賣現做的 也不是現做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小攤位 然後賣魚蛋啊 燒賣什麼的 我記得我吃過一次 然後覺得蠻好吃的 雖然不到人間美味 不過台灣的朋友如果來香港玩 然後我有看到大的7-11裡面 有那樣子的小攤位的話 其實蠻值得去體驗一下的啦 Yeah 以上就是今天的香港便利店開箱 那希望以後會有更有趣的品項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按個LIKE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Hey guys What's up hey guys 因為我來自一個便利店 因為我來自一個便利商店的 因為我來自一個便利商店 非常氾濫的地方叫做台灣 自從之前 但是我要先做一個聲明 就是我是個被寵壞的小 你看 好 好